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云南省西部 总面积945平方公里 总人口40万 其中外籍人口10万 80年代 瑞丽就在全国率先实施演变开放 90年代 设立瑞丽和晚丁两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 21世纪初 成立我国第一个境内关外解告编冒区 2010年 成为国家重点开发开放实验区 2018年 成为国家级陆上边境口岸 2019年 成立中国云南自育贸易试验区 德宏片区 在2020年 国家又批准设立了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目前 中缅经济走廊正从概念规划转入实质性的建设阶段 瑞丽有望成为边境上的深圳 浦东 东方的小巴黎 经瑞丽出境之印度洋 比东部沿海绕到马六甲海峡 距离缩短了3600公里 时间减少了15天 成本降低了近60% 是中国走向印度洋最安全 最便捷 最经济的陆路通道 自贸试验区 德宏片区 在招商方向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数据小镇招商项目 二是与肉牛有关的全产业链项目 瑞丽冷链物流中心 德宏片区本身有着独特的地理优势 在瑞丽解告境内关外特殊监管模式 瑞丽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 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德宏片区的政策优惠 基础上诱惑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为各位企业家朋友提供了新的商机 欢迎各位企业家来德宏自贸区投资 谢谢